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苗栗县多年来积极投入节电工作 从107年到现在 节电泰换的效益高达902万度电 成果斐然 县府就举办记者会分享佳基 同时也颁奖表扬 机优节电志工 参与市预算提案与执行团队 还有就是观光工厂的代表 尖采短剧演出 强调省电就是省钱的概念 苗栗县全力节电展现丰富成果 三年来的节电泰换效益 相当于12座台北大安森林公园 一整年的碳息负量 同时为减轻弱势民众经济负担 县府更运用节电奖励金500万元 办理中低收入户家电太久换行 在109年度我们也获得 108年度县市节电的一个 激励活动得到赢奖 那总共颁发奖金是500万元 那为扩大节电 同时关怀弱势呢 我们现在奉了县长的指示 在奖金500万元里面 我们抽出450万元 我们办理中低及低收入户 整个节能设备的补助计划 整个受惠的有达到227户 所以我们整个评估 一年省下12.8万度的电 副县长邓贵局感谢经济部能源局 这三年来补助节电经费 一亿三千多万元 也感谢乡亲对在地节电工作的关注与投入 与先府共创除越节电成效 六年来我都有参与 每一年都有亮点 所以这个亮点才会得到经济部的奖励 真的非六都的第一名不是空穴来风 那谢谢所有为这件事情 努力的所有的伙伴 也谢谢我们的乡亲 谢谢我们的企业界 那个我们大家为地球尽一份心 先府透过各项措施 鼓励乡亲小小的改变用电习惯 一度一度将电费省下来 尤其落实自己预算 自己决定的参与式预算执行成效 更获经济部能源局专委高度肯定 苗栗县的团队啊 真的是很用心 而且成绩相当的斐然 尤其是参与式预算 是由下而上 带动全县的民众呢 一起内化 一起学习节能减碳 感谢节电志工在疫情期间 依然投入节电推广工作 县佛特别颁发奖状予以鼓励 同时也表扬参与 全力酷粮分享活动的 五家观光工厂 还有参与式预算提案团队及民众 期许大家齐心协力 再创全力节电佳击